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一次雙十一的時候,因為天氣還是很熱 所以我都沒什麼心機去選一些冬天衣服 但是去到雙十二,天氣突然趙降 我就覺得我的衣櫃裡面一件保暖的衣服都沒有了 我就大手入貨 都不算是大手的,買了一點點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我完全沒有飾物 頭髮又沒有怎樣夾 就要去為了這條影片 已經預計到自己不停脫衣服,穿衣服 一定會變瘋狂的了 怎樣漂亮都沒有用 所以事不宜遲,我們快點開始吧 我身上的這件衣服是一位觀眾朋友介紹我去買的 我覺得非常好穿 它的質地是很滑 不像會起很多毛粒 當然也會有一些 但是它上面有一些直感 所以令到這件衣服就算是正式 也不會很像底衣服 我總共買了兩種顏色 一隻是這個焦糖色,另一個是米白色 但是我昨天再上去看的時候 準備拍這條影片,就看到它下了架 不過它的連結和店舖我會照放在下面 因為我覺得這些這麼基本的款 有機會會翻貨都不定 如果大家再看到它上架的話 可以去買一兩件 它是二十多三十元 所以很划算 很好穿 很好穿 第二件寄到回來 就不是我想像中這樣的 它是這隻橙色 然後後面是一個綠色 穿上身其實都很悠閒 和很有趣 它的長度是可以過到屁股 所以是一件比較長的衛衣 其實這樣看起來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我稍嫌它這隻綠色 就偏向鴨屎綠一點 就不是我喜歡的蜜綠色 所以它來到的時候,我有一點失望 它的典裁呢 穿上身的可愛感和休閒感都會配真的 所以也不算令我太過失望 只是如果這隻顏色再偏蜜綠一點 而不是這個鴨屎綠,我會更加滿意 然後再說兩件衛衣就開始下衣了 這件衛衣也是很經典的衛衣 而且它的公仔是超可愛的 我現在換了相片給大家看 這件跟網上的圖是完全沒有色差的 而且它這個公仔超可愛的 它的大小,配色完全是我杯茶 重點是什麼?有袋子 雖然這件衛衣的價錢不算便宜 我記得就是超過一百元的 但是它的質地,質量,剪材,所有線口位 它的cutting都是不錯的 而且這件衛衣的細節位置,字 好像一個地毯毛巾一樣的 不是就這樣燙上去或是襟章 所以我覺得它也算值得這個價錢 然後第二件衛衣我買了是有點後悔 我不是後悔它的質量 而是我覺得在香港真的應該沒什麼機會穿上去 那就是這件很厚的毛巫衣了 我又換給大家看 我怕換完這件會出汗出到全身濕透了 看到畫面是不是覺得很熱呢? 我本身以為這件衛衣是假毛巫 即是很短很薄的一層 錯了 它是極度厚的毛巫 它連裡面也是毛巫 不是那種一穿下去很冷的那種絲 雪房質地 不是的 它整件都是毛巫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真的很厚的一件毛巫衣 它的毛巫是超滑 超舒服 在香港真的穿不到 我想你要去到一些下雪的國家 或者是真的在香港很冷的幾天才能穿得到 好熱啊 我現在這樣已經 但是問心呢 它真的是一件看上去已經很溫暖 令人很想抱著的一件衣服 而且它連頂帽子都是毛巫 它所有碰到的位置都是毛巫 很像愛斯基魔人會穿的那些東西 所以走了一件毛巫衣 整個人都舒服了 輕了 這件衣服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很闊和短板的 我今天就特地穿了這條褲 可以讓大家看到腰線 如果舉手 就其實會看到腰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cutting 其實挺顯瘦 因為它橫的時候 旁邊還有些位置會這樣滑下去 就不會整個人只是拉環 我覺得蠻好看的 不過我原本以為它是黃色和紅色 原來它還有一點青綠色在這裡 是我自己沒有看清楚的 而且它是暗淡的 有些直肩紋 一樣都是顯瘦的 所以這件衣服 就算它這麼粗 一條橫紋 都絕對不會顯肥 是一件我蠻喜歡這個設計的衣服 同一間店我發現它們的衣服都算高質的 這間店是我第一次買的 但是兩件衣服寄到下來 我自己都蠻滿意的 好了 換完回來 這件是一個黑色白色米色斜紋的配搭 其實看上去我覺得都蠻溫柔順眼的 還有另外一種顏色是比較紫色粉紅色系的 但是那件我怕紫色會顯得面色會比較黃 所以就沒有選到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裡斜紋 但到最底是做了直紋的 但是這個位置其實是沒有縫邊的 所以是一件過的 一穿這件衣服上身 我就覺得它很適合去戴項巾 很溫暖 很冬天的感覺 重點是它的質料是非常舒服 一點都不會刺肉 所以我覺得這間店真的挺高質的 然後就到下一件的毛衣 這件最特別的應該是這種薑黃色的粗爛縫 除了領位、袖口位 還有下面這裡都做了這種薑黃色爛線 它的袖口是做了一個開叉的設計 然後是一件短板的 一樣我舉起手就已經看到腰了 但是這件它有一件我不是太喜歡的 就是它深藍色的部分是會有些閃粉 還有我覺得如果它在這裡縫起來 做了一個窄的袖位 我覺得是會比較可愛的上升 但是我媽媽真的挺喜歡這個設計 所以這件衣服有很大機會給我媽媽了 說完一件沒那麼滿意之後 我就說一件我自己很喜歡的冷衣 就是我手上這一件 我一穿這些可愛的衣服 我自己就會很開心 讓大家看看 這件衣服最大的特色當然是這一部分 全部可以搖搖搖的波波 我覺得超美 我覺得這件衣服是恰到好處 不會太過浮誇的 是手臂和前面才會有很可愛的針織波波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穿上身後整個人很青春 活力 可愛 又很有溫暖的感覺 總之整件衣服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接著就到下一件冷衣 這件冷衣應該看不到 讓我站高一點給大家看看 它是一件比較寬鬆的冷衣 你會看到這裡很粗的藍色 它未至於粉藍那麼淺 是有點像星空藍那隻藍色 它的長度在我來說是剛剛過到屁股的 而且這個比較大的 contrast 其實拍照是會很好看的 我自己覺得 這件衣服如果你問我 我又不可以說它是極度舒服的 它是有點硬的 但就未至於會刺肉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它的性價比都不錯 終於到最後一件衣服 壓軸這一件我自己都非常喜歡的 我身上的這件毛衣 無論它的顏色 它的闊度 厚度 質地 整體它的悠閒感 溶懶感 都完全是直線上升的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針織 是做得比較粗針一點的 所以整件衣服你會看到 感覺穿出來 都好像今天很需要休息 很需要躺在那裡 什麼都不做 那種的感覺 它的長度是絕對 蓋過屁股去到我的大腿一半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最適合襯的是什麼呢 就是過失長缽 不要穿褲子 不要穿褲子 直接穿過失長缽 整件事都是超美的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放了它去壓軸介紹給大家 對了 那今天呢 除了說這些衣服之外 我還有一些小配件 一些項巾 帽子和蝦 跟大家介紹 首先跟大家說了兩條項巾 這兩條項巾真的超美 超喜歡 它寄到過來完全沒有會擦D魚 跟我想像中的項巾是一模一樣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花紋呢 是極度有歐洲風格 然後它前面這裡呢 是狐狸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它帶出來呢 是不是很漂亮很可愛啊 它好像一隻狐狸翹了上身 它是比較闊的 而且也會比較暖的 但是呢 整件事是無論你穿這些有Pattern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正式的衣服 都非常之適合 那由於這麼漂亮的關係 我不只買了狐狸的 我還買了兔子 那就和媽媽一人一條 那這條兔子的一樣都是很歐洲 很冬天的一些Pattern 大概是粉紅色的 那兔子呢 大約是這個感覺 是會溫柔很多 沒有剛才那種顏色對比這麼大的 但是一些如果比較斯文的人呢 戴這個也都非常之適合 你看到針織呢 其實兩邊都有一定的厚度 那就不會是那種很薄很柔的項巾了 所以我買它的時候是六十多元 我真的買了回來 完全不覺得不值或者太貴 它真的值回票價 太可愛了這個項巾 好啊 然後就想說幾頂帽子 第一頂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地主帽 它是藍色燈心帽 然後旁邊有一隻字 後面是一個PVC 啡色皮的扣 我跟我男朋友說 今年很想戴那些沒有鴨嘴的Cat帽 他完全不知道我說什麼 他跟那個時代好像是脫節一樣 然後我就特地買了幾頂回來 和他一起戴的 我覺得其實戴了也挺好看啊 它又沒有拉帽那麼沉重 但是冬天有時候又不想戴Cat帽 就可以戴這一種的帽 也是一個造型來的 你看看整件事 就冬天浪費了 然後呢 第二頂就真的是拉帽 它是一頂橙色 非常之密針的拉帽 這一頂我戴過是很細頂 還是我的頭太大呢 我戴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戴這一頂帽 過馬路要按住頭 不然就會很怕這頂帽 掉了出來 其實它的型很美的 你看到旁邊它的拱形做得好挺 完全不會塌 如果它有一個夾子可以夾緊 頭會更加好 你不會覺得它一直滑下去 但是呢 就總是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 不過它的帽形實在太美了 我也是會戴的 然後就到一頂黑色了 其實一頂很普通的Binnis 對 我之前如果頭髮沒那麼深色 戴這隻帽子的 contrast大一點會好一點 不過不要緊的 這些帽子其實很白搭 很容易搭配衣服 有時候會搭配型格的衛衣服 都可以做到 或者有時候可以雜邊去戴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但是這頂帽子沒有剛才的橙色那麼挺身 所以它是有少少可以調校帽子的角度 最後呢 就想說這頂的畫家帽 是不是超可愛啊 它後面是有個哥基屁股在這裡 其實戴這些畫家帽呢 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你看是真是普通一頂 我想我也要轉著臉 讓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才會感覺到它的特色在這裡 所以呢 其實前面自己呢 就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反而呢 如果你一路逛街呢 站在你後面的人呢 就會一路看著你的帽子 那個目光就可以吸引到別人了 好啊 到最後呢 就想分享一對呢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著再買這一類型的東西 就是一對雪蝦了 我想這幾年開始已經不再輕穿這些雪蝦了 但是呢 GRACE GIF呢 這次它出了這一對呢 因為它是小綠斑鼻呢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抗拒 我是一個超級的士尼迷來的 我在淘寶其實買過很多的雪蝦了 高筒啦 矮筒啦 超矮筒呢 都買過的 它這一對裡面的毛毛厚度啦 那個舒適程度啦 它的底呢 都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呢 我也深信有牌子是特別不同的 我給一個近鏡大家看一下 真是超美的 刺繡做得 那個斑鼻是非常之仔 在鏡頭看一隻兔子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奇怪的顏色啦 但是真實看上去呢 是那種淺紫灰色啦 完全是它的故事沿著的顏色來的 所以真是很美啊 好啦 那我今次的雙十二冬季衣物開箱呢 就來到這裡先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啦 那除了買衣服之外呢 其實我還有買其他一些 不同類型的東西的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拍那條片給大家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